陽光沙灘比基尼夏天來了 全台熱得像烤番薯 18日花連線光復箱 38.4度最高溫 台北市設置觀測站也測得38度 7月至今累計熱傷害 就診數已達325人次 但民眾不要以為待在室內就沒事 其實兩種室內最危險 一是待在車內也會中暑 車輛停止如同密閉烤箱 溫度一下就高達50度 另外還有廚房空氣不流通時 爐火一開室溫同樣能飆到 50度 專家分析六大族群容易中暑 包括65歲長者 嬰幼兒糖尿病高血壓等慢性病患者 以及過重者不用藥物者 都會因為不同原因 體內溫度調節機制失控 甚至會一定有心頭暈 肌肉痠痛的情況 這時候的熱衰竭 可能就要儘速的補妝水分 嚴重會到馬上轉成所謂的熱休克 醫師也提醒一旦覺得熱到不舒服時 要趕緊冰敷 可針對頸部 胯下 腋下熱三部位冰敷 因為散熱較快或是拿運動飲料 與水一比二比例調配 如果沒有大的異常 可以觀察個半個小時左右 本週天氣迎向大暑 專家更預測從七月二十二日連續三天 可能創下今年最高溫 民眾待在廚房車內要特別留意 手機散熱三部位 危急時刻還能救人一命 在楊齊厚陽 宗宴台北報導 覺得儘 demands 在雲齊厚陽 宗宴台日